吉尊夫 菁人 符�對吧 阿No 剛剛才沒有 を發生的 在 الذ señal 民衆菌穆會 我去一個地方,搖槍過去,搖槍過去,搖槍過去 合作後一段時間,他就說 我台北還要辦一館辦,他說 你去給我辦,所以他就叫榮山 他說,趕緊辦了,我去台北,你也要去給我辦 所以這小丘的小姐,他說 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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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我台北說得不認證,我怕說,我台北說,大家很痛苦 所以我轉北走,抱歉 大家好,我是彭仁玉,我是中研院獨製所的駐研究院 我跟晨晨,你今天認識,也是在兩年前去遇到的時候 我也是他,那我是做創傷研究的,然後呢,我本來是學 在台灣就是學心理學,然後去放我唸精神分析 那我跟剛剛理事長一樣,就是真的是出國了以後 才會知道說,欸,原來我們台灣自己有很成長的歷史 可是呢,我們大部分的人好像覺得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尤其是我學心理學的,我就在反思說 欸,為什麼學心理學的人,明明台灣的土地上有那麼多傷痛的故事 可是呢,心理學的人好像,我們一直在,比方說,震災,對不對 發生地震的時候,或說發生一些 沒有,這樣聽得到嗎? 就是,在我們發生了天然災害的時候呢,我們會發現說 台灣有非常多的心理學,學心理學的人去現場 然後,幫大家做一些檢壓啦,然後處理一些,就是創傷的療癒 可是為什麼好像政治暴露這個事情呢,很少人,很少心理學家在管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我回來台灣以後呢 我一定要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 然後呢,就是這個機會我去綠島 然後,就我認識陳真吉先生 然後,讓我最感動的是說 嗯,我當時認識她的時候 我本來不知道她是那麼有名的薩克斯風 尤其在南部喔 而且是很早年,真的是從50年代就開始 就是很年輕就開始當樂手 跟我們的蘇老師一樣 那,然後我覺得她們對音樂的熱忱 嗯,就是在那麼艱難的時刻喔 我就過來聽她們講說她們在綠島 真的是很多時候,很痛苦的時候 都是靠著音樂 大家一起唱歌,你知道 比方說,我們一起在山上 她們一直在山上,嗯,就是可能在看 就是在開啤田園的時候 或者是在海邊打那個老公司 很辛苦的工作 或者是在飯堂裡面喔 大家要煮一個幾百人菜的時候 很多時候她們就是一群人一起唱歌 然後,我很驚訝就是歌聲帶給她們 非常大的力量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跟小球在 我們在籌辦這個年輕辦桌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想說,我們一定要 嗯,怎麼講 當然,故事很重要 對齁 故事很重要 然後故事,嗯 就是歷史的真相一定要被發現 那,可是剛剛陳先生也有講說 好像她不太 她跟很多長輩都一樣啊 大家都不太願意把過去很 好像很悲傷的歷史喔 讓大家知道 那,嗯,就想說 那我們來轉換一種形式 嗯,就是把那麼沉痛的故事跟音樂 對,放在一起 那,也許在音樂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能力量這樣 那,我們今天其實是 這一場一系列活動以來喔 第一,第一場 呃,說唱會 就在高雄開始 所以真的就是麻煩 陳寗錦先生跟我們的 他的搭檔喔 大家知道嗎 陳寗錦先生呢 他等一下會講喔 他,他從玉堂出來以後呢 就非常積極地去培育 就是台灣民謠的樂手喔 那,可是很特別就是說 他們走的是爵士風格 那他就創了一個團 叫做台灣民謠爵士樂團 那裡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 台灣那種資深的 真的他們資深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們剛剛其實 我們本來之前來呢 都沒有練這樣 呵呵,資深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們大家來了以後呢 然後立刻就說 欸,什麼Key這樣 然後就彈出來了這樣 非常厲害 那,呃,這個 是蘇柏鄭老師呢 他也有五六十年的歷史 的資歷這樣 然後跟我們陳寗錦先生 已經超過六十年的 音樂人的資歷齁 所以我們這些小朋友 其實在旁邊 有點戰戰兢兢這樣 因為我們是那種 沒有譜就不太會唱歌 這樣 所以這次來真的很高興 有機會跟他們學習 那我們等一下要唱的第一首歌 叫 蘇某會郎 好像有準備一些歌詞 對不對,有印出來 那如果底下那個 就是觀眾朋友 就是大家 講觀眾朋友 有點太誇張 就是如果大家 朋友們喔 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你一起唱 一起唱 然後一起就是欣賞一下 陳寗錦先生 跟我們的蘇柏老師 他們完全是即興 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就請 蘇柏老師 謝謝 和你 聲明 心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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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蘇柏里 我心裡在那裡 我心裡在那裡 以前的你故意 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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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心 明天心 心情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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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见 苏果的老 仍在旧方中 丹湖坛里 我对着你 离开心里面 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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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侯欣心里 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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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最懷念的就是你 現在已經過十天了 就有另一個主席黃昭達 因為他只要一首歌 所以如果只要一首歌 我會想到你 每一個人都有孫母的人 但是我再接受孫母的人 就是我老伯 因為我老伯 我小時候在屏東里頭 建造工廠 他不叫我繼續一種行業 但是我從頭到頭開始要申請 我對行李賀民就不一樣 但是我老伯也不反對我 也繼續讓我認 但我參加大陸靈命 以後民共六十三年 他叫七十五給我 給我打不去 打不去的中間 我真是不要說 是說我老伯會 會讓我去美國 因為那時候 國民黨通閉的時間 那時候都沒有觀光 不可以觀光 所以他們公共一桌 要處於你 譬如是商務港 是考察 所以我當時利用 李坦華特集團 請我們去演藏 對美國 美國、香港 勝負去 所以我老伯也知道 那時候 中視 中國電視台 也要叫阿貴 但這兩個 要在美國 要跟二人家去演藏 也要在台詞演藏 我中間 不至於在掙扎 但我老伯說 你如果基礎有夠的 你要什麼 提示 提示 那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出國 國客人 那基礎在內地 你要去 王爺的基礎 出去 所以我才會 王爺的基礎 出去美國 去美國 跟陳榮志 陳榮峰 戰爭 王爺那時候 我才去台北聯盟 那時候是 1971年 1972 出去 但1974年 民國 23年 5月10月 他都要付 5千錢 他跟我下去 我跟他下去 那時候 跟我伴 伴舞 伴舞 伴舞伺都是 因為伴舞伎 我伴舞伎 在我 在那裡的縮攔子 給我共議 如果你在書法裡 伴舞伎 人家在發共議 你怎麼會發 但是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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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斷交 那你 台東聯盟 你還 逐階十一 美國總部 都 如果 如果 他們這樣 應該會 會實行 會 判不出 不要上訴 那我問 為什麼不要上訴 那我問 我問 那是怎樣 不要上訴 他就譬如一個人 有一個人 他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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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給他 他是暗頭 一個 案子的所謂 結果 他 他 破七年 我 按腳 我 看出來 他 吸收我 怎麼 他是暗頭 我破七年 我 破十年 我當然不服氣 那些人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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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下來 他 破十五年 他 應該 有那個 中華民國憲法 你如果 判刑 確定了以後 不得加重起刑 你如果破十年 我再想到 你不可以 教我 我可以